抗議國會自費武功 抗議國會自費武功 兩岸協議國會審議 兩岸協議國會審議 王清平 硬起來 立法委員 硬起來 今天開的記者會最主要是 根據立法院自己的規定 還有我國的憲法 立法院作為台灣最高的民意機構 對於兩岸事務 本來就是要有積極 監督的職責 可是今天的立法院 從院長到所有的委員 都主動放棄監督兩岸政策 這是非常荒謬的 法政府上台之後 兩岸政策就有如脫江葉馬般 向前推進 但是這是事實的真相嗎 究竟這其中隱藏了什麼 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讓我們看接下來的這段影片 有一匹可愛的小馬 在我們的國會議長 在和平的道路上面奔馳著 就在他不斷往前跑的同時 前方不遠處 江炳坤跟陳雲林 正在開心地簽署協議呢 就在這個時候 小馬繼續往前衝 可是 啊 我們的國會議長 卻被刮在和平線上 這到底是什麼經營呢 兩岸協議沒有經過國會審議 是沒有真正的和平 所以我們希望兩岸協議能夠經過國會來審議 各位 未來可能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的朋友大家早 一個全國最高立法機關的一個王院長跟所有全民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如果能夠屈服在一個 制製會都不屬的 一個所謂的海峽兩會的一個民間團體的這樣的一個協議 來出賣台灣人的權利的話 我不知道台灣人未來的前途在哪裡 我們在這邊也呼籲我們全部的那個公民 不要讓你的權利睡著了 立法委員是我們每一位 用你自己最信任的那一票投給你的委員 所以也不要忘記了去監督我們的委員 是不是能夠在國會裡面 有為所託 那我們也呼籲立法委員 也不要讓你們自己的權利睡著了 因為要去監督行政部門 是不是在國家有重大決策的時候 能夠監督的責任 台灣自從捷運 已經超過二十年以來 所建立的可以意見自由表達的一個嚴厲自由 在昨天我們發現成大火災 因為警察的執法標準竟然退到捷運以前 他們對於和平表達意見的方式都不能容忍 只是放個氣球表達自己意見 請問一下這有什麼安全上的問題 他們是一個和平的意見表達者 可是我們看到我們的警察居然是用強制力 推拖拉 還有一些民眾他們只是穿上 表達他自己意見的衣服 他也要甚至有羽性被帶到保護總隊去 那這一點我們完全不能接受 如果警察在被質疑說你們到底依據什麼樣的法律 什麼樣的標準來執法的時候 到目前還是 警察完全聽不出任何治法的標準 所以根據這些我覺得 我建議所有受害的民眾應該跟法院去提醒告訴 那當法院的處理 對於這些公務員 也就是這些警察有妨礙自由的舉動 我們要可以舉發 那這樣子或許才能對我們的支援 進一步加一步 不然的話 如果我們這個時候都默不作聲 恐怕以後都沒有機會講話 在陳雲妮來德關的這個事情上面 我們完全看不到立法院的角色扮演 那整體管理院長 他還是說他是國際的最高的一個代表 那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在整個立法院沒有參與的話 就等於是我們所有的 都沒有參與到這件事情的效果 所以我們在想是說 立法院他應該要 注意他的職責的表現 而且他在重大的意見上面 重大意義上面 他應該要有他的意見的支持 基本上其實我們今天攝影團體 跟共同盟一起來立法院 做一項抗議 我們當然想說 難道這個地方將來 未來幾年可能會變成審議會 他的名義他是 他是國家最高的行政機關 民意機關 所以其實國會議長的身份 在一個國家裡面是非常非常崇高的 非常非常地具有一定的地位的 所以我覺得國會議長在 兩岸議題上的表現 應該要更加的強硬一點 也就是說 你不能夠放任馬總統 馬英九先生跟行政部門 去這樣子跟對岸做這樣的一個協議 而沒有經過國會任何的認可 我覺得這一點 我們今天在這邊要求國會必須要硬起來 要求國會必須要站起來 譬如說直接要求黃金陵院長 必須要扮演好國會議長的角色 我覺得這樣一個要求 基本上是全體當中的要求 根據立法院他自己的條文規範 還有根據憲法在上一次 核四不是在復健案 就是核四本來是停工之後 經過立法院宣布繼續動工 然後之後大法官解釋 我們都可以看到 不管是我國的憲法 或者是大法官 對於立法院給予的職責 跟權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今天兩岸的協定 它所關係到的 跟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可是台灣目前最高的國會機構 就是立法院 所以今天兩岸 不管簽訂那種條約或協定 都不能回背 被立法委員監督的責任 尤其政府官員 也是要被立法委員監督 所以今天在這個事件上 我發現到所有的過程 從一開始的兩岸進行對話 跟包括後來簽訂一些協定 通通都迴避國會的監督 這是不對的 我們的立法委員雖然是一黨獨大 可是並不代表一黨獨大 就是要替兵於行政命令 他應該要有自己的主張 同時要好好的捍衛老百姓的權力 這樣才避免兩岸未來在 政府對民間對民間 這樣的一個協議的過程當中 規避的立法院的監督